晚上时间上楼看一下毛豆还有小贝 哎呀没办法这网友说我吃肉会害死他们 真的让我一天跑上来十几趟了 看看他们能死了没有 哎呀小家伙 呃 待劲不待劲得劲不得劲 哎呃晚上了还剩下这还剩下这一小块得劲不得劲爽不爽 嘿没事啊没事的嗯吃不少今天吃不少嗯下午还给他加点狗粮啊都吃完了狗粮都吃完了就是这样大家放心好了没事的没问题的啊嗯 火蹦乱尿的啊嗯 看他这肚子吃泪 小肚子吃泪 咕咕泪 现在是下午时间一开门啊就看到这个狗了啊我好好多天没看到他了不是我刚才这个推门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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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啊其实是重复了第二次啊因为刚开始这个确实是看到他了就躺在这啊 就想大家看个完整的过程了就是这样哎呃这这这这这出来这迎面而来谁家炒这个 这个茄子这个肉肉茄子肉饭了啊很香啊有点刺鼻啊应该是邻居家了 就这样我以为你跑丢了是咋回事这这这狗你等一下你等一下给你点好吃的 走凉给你弄碗了啊啊水再给他加一下 吃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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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咸伙食差啊我最近不知道您跑哪去了看这个精神状态的话虽然肚子小了点对吧 应该也是有饭吃的应该是这样哈 就是这样 吃去吧 咸那边有太阳啊有太阳给你挪过来一点 挪过来一些 这样可以了 晒点太阳没事 是我站太阴呢 我远点 好吧 慢关注了 应该是饿了啊 这这我一推门他就在那个 他就在那个那里坐啊就在那边坐 不饿他不可能跑过来的吧 嗯 太香了 外面 邻居家他们做的饭太香了 反正是应该是番茄 不是番茄应该是 辣椒炒肉应该是 比如我是准备去出门去拿一下快递啊 出门拿快递的 这我一开门就看到他了 就是这样啊 现在 对吧 我都忙好他们楼上楼下了 我自己也 也也在做饭嘛 对吧 也在蒸米饭啊 让他吃 看一下我做的什么好吃的 我家里面没米了 没米的话 就是说这两天都没买了 这两天也没买米 刚好这边 在这个角落里啊 找到了一袋米啊 找到了一袋米 就煮了一些 给大家看一下啊 帮我分析一下 等一下这个饭是吃还是不吃啊 就是这样 应该没事 我估计 就在家里面发现了这一袋米啊 这个 这袋米看着外面外观是稍微有点 有点 有点不太干净啊 但是里面的米的话 我打开看是 没有太大问题啊 里面的米是没事的啊 米也是没事的 嗯 我闻一下 嗯 最主要是啥吧 我主要主要有点担心的 但是这个上面的日期 是2021年9月10号啊 2021年9月10号 这都一年了 我操 上面保质期写的是一年 就是这样 我 我这个 我也闻不出来啊 这个米是 没有别的味道啊 没有一点味 味 就是这样 然后我这边的话已经煮上了啊 米的话 然后我闻到有一些味道啊 是是这个米的 有点奇怪的味道啊 应该不是 我也搞不明白了啊 就是这样啊 大家说这个米能不能吃 应该是刚过期一年 应该没事了 应该没事了 就是这样啊 哎 管不了那么多了 人家都没争吧 嗯 我去拿快递啊 去拿个快递 去拿个快递 狗狗走了吗 哦 在这里哦 没走 在这边休息啊 行吧 没事 我骑车出去 家里也没啥其他好吃的了啊 就狗粮吧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准备 一些 一些吃土了啊 接下来我们这六个啊 准备一起吃土了 花销太大了啊 我去后台去查看了一下 我这个月的这个 花销啊 这个月花销也不算少了啊 就是这样啊 花销太大了 你要省一点了 不省的 就是不好过这日子 就是这样啊 我去拿快递啊 不是我的快递啊 是给毛豆拿了快递啊 毛豆的快递啊 就是这样啊 哎呀 在家我真的是 我都出门了啊 我去电门车准备出去了啊 你还在这里吗 嗯 好好看一下这家伙吧 嗯 感觉好多好多天没看到他了啊 就是这样啊 我记得那个 8对 8月15 8月15的时候 这家伙吃我一个月饼啊 还是悄悄都要走的啊 下午1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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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 1点半的时候 嗯 就是这样 哎 下午6点半还是1点吧 我也迷茫了啊 就反正就是这个时间点吧 就是这样 然后现在我已经到家了啊 现在到家的话 这个快递已经拿回来了 快点拿回来啊 就是这个啊 小快递啊 这个是毛豆的快递啊 是这个 四川的这个 小雨姐啊 买给这个 不知道我叫的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然后的话 他们买给毛豆的啊 快递啊 一起拆开看一下 啥东西啊 噔噔噔噔 然后我已经拆开了啊 就是这样 这是两件小衣服啊 两件小衣服 两件小衣服 这是给毛豆买的吗 应该是哈 我靠 真的是 我靠真的是 不该说出口的啊 真的是 这是 真的是好小 好迷你啊 我感觉 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 毛豆绝对是能穿得上的啊 这个体型 这个大小 这个尺寸啊 No problem 我要记下来 记下来 记下来 这个是什么衣服 我操 这好像都是牌子的衣服 我记下来也没毛用了 我又买不起 是不是 那些都是牌子的衣服啊 应该都挺贵的 就是这样 这个 这个一共他是买了这个是四件啊 还有就是 冬天穿的吗 是那个去年就是毛豆穿的那个蓝色的那个戴扣的那个那个衣服吗 蓝色的那个衣服也是小雨姐买的吗 本来前几天不是给他剃毛吗 大家一直都说那个 怕他冷晚上给他穿衣服啊 实在家里面找不到合适的 去年那个衣服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也是郁闷了 就是这样啊 然后我就想给毛豆自己给他买一个嘛 然后我就微信问了一下这个小雨姐啊 因为之前加了有微信嘛 但是也没怎么也没聊过天啊 就是这样 然后的话他就说他给我买了啊 我问他型号他也不告诉我就是这样啊 他说他毛豆和他家养的狗大小差不多啊 所以他就买了这个四件衣服啊 他说这两件可能是先现在能穿啊 那等到那两件估计应该是明天到啊 或者晚一点到啊 他说那两件的话到时候就是 对吧 冬天可以穿嘛 就是这样啊 然后在这里感谢四川的小雨姐啊 想要谢谢你啊 真的 他买了这衣服说实话啊 比人的衣服都贵啊 就是这样 哎我都不舍得 对吧 真的是 这衣服一看就太好了啊 这可不是那五块十块的那种衣服啊 或者最年头什么东西都讲个牌子 是不是 就是这样啊 嗯 行吧 我还是看一下我的米吧 现在先不给他穿啊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说实话 白天还是热 先不给他穿啊 然后我先看一下我的米吧 米好了 然后现在这个米已经好了啊 在这等了一下啊 已经跳保温了啊 把这个打开看一下啊 嗯 这个味道我也说不上来啊 我先尝一下吧 小伯 尝一下 我还是尝一下啊 尝一下保险一点 能吃的话 又省下 没有什么味道 嗯 应该 应该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行 就先吃饭了 这个我尝了一下 应该问题不大啊 这个米 这个有五斤啊 就当天上掉下午饮了 然后在那儿掉出来五斤米 行 我就吃饭了啊 今天视频就简单拍一下啊 那个衣服的话 等到明天再给他试一下 到时候大家再看吧 好吧 嗯 吃饭吃饭了啊 嗯 主要忙好他们都时间都比较晚了嘛 就是这样 给他们搞卫生干嘛 乱七八糟 我的每天 嗯 拜拜 拜拜